真的有点搞不懂 北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种沙尘暴天气了 今天是我见到最严重的一天 当然了 这还没有结束 我估计啊 照这情况以后北京沙尘暴还少不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说有防护林吗 难道咱们防护林都给砍了 一看看那个太阳 我的天都成白色的了 这是我见到很恐怖的事情 有一种鬼天气的感觉 就这种阴森恐怖的 我不敢出去了 其实共产党的高官是最迷信 最相信这些风水灵异之事的 根据郭金融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记载 1976年4月 1976年4月毛泽东护士小孟给他读报纸 报纸上说 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 其中有最大的三块陨石 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 最大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 无论是数量 重量和散落的范围 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之后 毛泽东沉默了很久 对小孟说 中国有一派学说 叫做天人感应 说的是 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化 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 给人们预报一下 吉有吉兆 凶有凶兆 天摇地动 天上掉下大石头 就是要死人嘛 还说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 赵云死时 都掉过石头 折过旗杆 大人物 名人 真是与众不同 死都死得有声有色 不同反响哦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 带着少有的感慨 少有的激动 小孟表示不相信 说那全是古人瞎编的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 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结果被毛泽东一语道众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 都是在1976年 这一年死亡 那些小的陨石 就是指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死的那些人 三国演义 开篇就说 天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中国5000年的历史当中 哪一朝都喊万岁万岁 不过任何一朝短则几年 长则几百年 都会改朝换代 这也是历史的规律于必然 其实改朝换代并不稀奇 但中共政党欠下了累累血债 却是还不完的 中共政党有9000万党员 及数亿共青团员 而加入中共党团组织 都要举起右手 对其宣誓说是要随时准备 为他牺牲一切 这些党团员 都是共产党的一部分 而共产党从执政开始 就对中国人 以及中国文化 大举迫害 六四图成 迫害西藏新疆人 而且迫害信仰 对佛教 道教 进行各种瓦解 打击地下教会 拆除十字架 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 并且活摘人体器官贩卖 可以说是天怒人怨 上天就要清算中共政权了 所有中共政权的组成者 都将跟着倒霉 甚至所有认可中共政权的人 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希望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都能认清中共 所有曾经加入过 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 都能去大纪元退党网站 声明退出他的一切组织 准备迎接 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